哈喽,大家好,我是AL 你已经更新了iOS17了吗? 更新后将会剁了这一个叫做敏感内容警告的功能 也就是说,如果你的好友给你发一些裸照或者是色情的视频 iPhone就会检测到并且给他们打上马赛克 但是大家放心,更新iOS17之后 这一个功能预设是设置为关闭的 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启用这个这么好的敏感内容警告 只需要在iPhone上打开设置 往下滑找到通用 选择关于本机 先确认你的iOS版本是17.0.0以上 然后点击左上方的通用返回到上一页 再点击设置返回 继续往下滑找到隐私与安全性 打开后往下滑 现在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这一个敏感内容警告的选项了 选择它 现在我的是设为启用的 在这里点击一下就可以关闭这一个功能 就如我所说,这个功能预设是关闭的 启用同样是来到这里,点击启用就可以了 最后进测试后 它只能检测到裸体并打上马赛克 其余的例如暴力 性感 或者恐怖的画面都依然会显示 OK,最后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们 喜欢这类型视频记得订阅给赞 我们下一集视频再见